当地时间6月27号,第一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在长沙开幕,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博览会致贺信,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出席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。 本届博览会以合作共赢务实推进中非经贸关系为主题,据将贸易、农业、投融资、合作园区、基础设施等领域将举办14场活动和一场展览展示,探讨中非经贸合作的新路性、新措施。 部分非洲国家将举行推介会,期间将有一批项目和协议签约。 本届博览会共有53个非洲国家率团参加,联合国公发组织、粮食计划署、世贸组织、非洲联盟等国际组织以及众多金融机构企业代表参会。 其中,境内外参展商、采购商和专业观众约3500余人。 开幕式上,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在演讲中表示, 中国和非洲有共同的命运、共同的发展阶段、共同的追求。 在中非合作的宽价下,中国可以为非洲国家提供发展经验, 非常适合渴求摆脱贫困和实现发展的非洲国家参考。 中国经验在帮助非洲国家实现工业化学代表参会, 对以花大国家的理论和经验等分流参考确切的参考。 据悉,举办中非经贸博览会是落实中非合作八大行动的措施之一。 目前,中非合作八大行动已取得部分早期收获, 如墨三比克马普托大桥、几内亚苏埃皮地水电站等一大批重大项目 相继建成或抓紧推进。 中国与非方就埃塞俄比亚大豆等农产品舒华签订简易议定书等。